为什么乌克兰800万难民 融入欧洲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200万加沙难民没人敢收留 连中东兄弟国家都不要 1967年 失去埃及支持的巴结 带着几十万难民跑去约旦 约旦国王侯赛因收留了巴结 结果窝在人家地盘搞恐袭 没事就劫持国际航班到约旦 搞得约旦国家形象近毁 老国王没法跟阿拉法特谈 老国王以为谈好了 没成想巴结暗地里 跟约旦国内的反对派 要推翻侯赛因 夺权约旦 约旦内战打响 更炸裂地来了 巴结组织斯通叙利亚 叙利亚出兵侵略约旦 眼看老国王守不住江山 神奇地反转来了 以色列出手了 嗯 没看错 是以色列出手了 最终赶走了叙利亚 稳住了江山 约旦人民有个好国王 也明白了捅刀子的 不见得是敌人 也可能是兄弟 约旦待不住了 巴结又跑去黎巴嫩 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 本来合作得挺好 当年的黎巴嫩号称中东小巴黎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结果巴结一去 继续在人家国家里 搞抢班夺权那一套 黎巴嫩内战爆发 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被整得千疮百孔 这过程中 还是叙利亚插手搅局 最后谁收拾残局呢 还是以色列 始成第五次中东战争 黎巴嫩从此一决不战 最后搞得人见人怕 谁都不敢收留巴结组织 只能返回原地 跟以色列继续杠 杠了几十年 巴结逐步放弃了 极端恐怖主义路线 最后被国际社会接受 也成了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唯一的合法政府 哈马斯 不过是裹鞋绑架了 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 极端恐怖组织 最后说个冷历史 曾经真正阻止 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 不是以色列 而是兄弟般的埃及约旦叙利亚 在他们眼里 根本就不存在一个 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 而是要瓜分这块土地 有媒体披露 美国国务院 最近给外交人员发出的 外交政策指引邮件 要求其外交官 避免公开发表 有关美国不希望看到 更多暴力的言论 美国高级官员不希望看到 外交官们提供给媒体的材料中 包含降级停火 停止暴力 停止流血 或恢复平静 这三组词语 这些电子邮件 是在以色列当局 呼吁加沙北部居民 撤离该地区的数小时后 由美国国务院 发给其外交官的 可见 美国的政策立场很鲜明 以色列肯定会借机 彻底消灭哈马斯武装 为巴以和平 扫除这个最大障碍 从而有助于实现 以色列的永久和平 美国自然是全力支持这一点 实际上 从白宫公布的 拜登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 三次通话内容 拜登10月12日 就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 以及美国国务卿的 多次公开表态来看 美国政府的立场清晰明了 行动果断有力 美国对以色列武力打击哈马斯 迅速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援助 包括提供高达45亿美元 巨额武器弹药支持 立即派遣航母战斗群 前往地中海 并明确警告 周边敌视以色列的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 当然 美国政府不希望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导致过多平民伤亡 因此有消息称 在以色列政府 于10月12日晚 向联合国通报 让加沙居民24小时内 由北部向南部撤离的 最后通牒后 美国政府要求以色列 推迟地面进攻 优先开辟出人道主义通道 10月14日 以色列先头部队 从北面进入加沙地带后 并没有立即发动激烈的工程站 可能是顺应了美国政府 优先开辟人道主义通道的要求 让加沙居民有更多时间撤离 拜登10月14日 与内坦尼亚胡通电话 白宫当天 在声明中说 两位领导人 讨论了美国与联合国 埃及 约旦 以色列 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协调问题 从而确保无辜平民 能够得到水 食物和医疗服务的供应 拜登在通话中 向内坦尼亚胡声明了 对一切保护平民努力的支持 当地时间10月14日 美国防部宣布 艾森豪威尔 号航姆打机群 已于早些时候 离开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寿命前往东地中海地区 于本周早些时候抵达那里 并在以色列附近 国际水域部署的 福特号航姆打机群会合 这进一步证明 美国铁心帮助以色列 借机武力 清除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极端组织 伊朗外交部长 阿卜杜拉西洋 10月14日 在黎巴嫩贝鲁特 会见了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 托尔文内斯兰 文内斯兰敦促阿卜杜拉西洋 帮助防止巴以冲突 蔓延到中东更广泛的地区 阿卜杜拉西洋表示 伊朗不希望冲突演变成一场地区战争 并希望尽力帮助释放在加沙 被哈马斯挟持为人质的平民 但是 伊朗有自己的红线 如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 尤其是 如果以色列按照其宣布的那样 在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 伊朗将不得不做出回应 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洋 10月14日 在卡塔尔多哈 会见了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双方同意继续合作 以实现哈马斯的目标 即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根据哈马斯的声明 阿卜杜拉西洋在会晤中称 高度称赞哈马斯这次 对以色列的袭击 是历史性的胜利 挫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阿卜杜拉西洋 12日开启中东地区的穿梭访问 卡塔尔是他此次出访的第四站 在这之前 他已前往伊拉克 叙利亚和黎巴嫩 与各当局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当前的以哈冲突 阿卜杜拉西洋 星期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会见真主党和哈马斯等武装组织代表 他会后发声明说 美国想给以色列摧毁加杀的机会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强调 如果美国想要阻止区域战争 就必须控制住以色列 伊朗这个最新表态 证明美国向以色列周边 派出第二个航母战斗群 是非常必要 也非常及时的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中央司令部 还拥有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 现在就看 伊朗能否灭了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 并歼灭美军中央司令部 设在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三个指挥中心 以及位于巴林的海军司令部 再灭了美军从其他地方调来的 海陆空增援部队 然后就可以帮助哈马斯 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伊军在当地时间10月14日夜里 约11时35分 从地中海方向 对阿勒泊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 机场部分设施受损 陷入瘫痪 这是短短三天内 第二次空袭该机场 目的是阻止伊朗通过该机场 向蓄以边境转移武器装备 威胁以色列东北部安全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4日宣布 在当天空袭行动中 成功炸死两名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并说他们是一周前 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跨境致命袭击的幕后黑手 哈马斯发言人对此表示不予评论 被炸死的两人分别是 哈马斯空中系统指挥官 梅拉德 阿布 梅拉德 梅兰 欧布梅兰 以及突击队连长阿里 卡迪 欧里卡迪 37岁的阿里 卡迪是哈马斯精锐部队的一名连级指挥官 参加了10月7日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行动 此外 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新闻发言人 阿布 奥贝达 10月12日被乙军炸死 此前他声称 乙军如果继续空袭袈裟地带 就要一小时处决一名人质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通报 自从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 乙军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230多名哈马斯成员 乙军这个行动 暴露了以色列对哈马斯赶尽杀绝的决心 请注意 这并非哈马斯武装人员 在10月7日完成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 逃到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区政府控制区 而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掌握的 长期潜伏在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人员 在以色列这几天 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区 抓捕230多名哈马斯成员过程中 双方发生了交火 有54名哈马斯成员和平民死亡 执行抓捕任务的以军警有数人负伤 以军警10月7到11日 在以色列境内 共击毙参与本次袭击行动的 1500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同时活捉了300多人 10月14日凌晨 以色列先头部队从北部越过巴以分界线 进入加沙地带之后 并没有急着向人口稠密的城区推进 而是停留在靠近城区的外围 让更多的加沙北部民众 可以向南转移 以色列国防军 10月14日晚发表声明称 以军正准备扩大在加沙的地面行动 声明表示 在数以10万计预备艺人员协助下 军方正准备发动全面攻势 空中 海上及地面部队都会参与攻击 以色列空军 则持续对哈马斯和加沙地带 其他极端武装组织的军事目标 实施空袭 现在以军的打击目标 不限于哈马斯 也纳入了加沙地带的 其他极端武装组织 比如 比哈马斯更激进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杰哈德是20世纪70年代 一群巴勒斯坦激进学生 在埃及秘密成立的组织 其公开宣称的政治目标有两个 一是通过圣战消灭以色列 建立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二是在伊斯兰运动推动下 重建统一的伊斯兰世界 该组织主要盘踞在加沙地带 经常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土制火箭弹 今年5月初 以色列实施报复空袭中 炸死了杰哈德三名高级指挥官 10月7日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宣布 对以色列采取代号 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 杰哈德宣布 麾下武装人员加入哈马斯的行动 当地时间10月9日 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 宣布对当天 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地区 发生的冲突负责 因此 除非特别说明 这次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 包含杰哈德等加沙地带的 所有极端武装组织 哈马斯方面 10月14日表示 就在当天 哈马斯向以色列特拉维夫 集周边地带 中部城市巴特亚姆 南部城市阿什凯隆等地 发起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防空部队表示 当天在特拉维夫 集周边地带上空 拦截多枚火箭弹 特拉维夫本鼓励安国基机场 暂时关闭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哈马斯方面同时表示 做好了抵御 以军地面攻击的准备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10月14日发表电视讲话 呼吁巴勒斯坦人 不要离开加沙地带北部 而是留在当地 抗击以色列的入侵 哈马斯利用民众 当人肉盾牌的意图 昭然若揭 不过 尽管哈马斯阻拦 还是有至少60万民众 沿两条主要公路 向南部转移 联合国机构称 目前加沙地带 已有接近100万巴勒斯坦人 流离失所 这一次 谁都无法挽救 哈马斯被灭亡的命运 估计一个月左右 以色列就会完全占领加沙地带 之所以 要这么长时间 是以色列要避免造成过多的平民死亡 哈马斯10月7日 偷袭以色列的事件 对巴以和平进程 带来极其深远的转折性影响 以色列消灭哈马斯之后 大概率会将加沙地带 交由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管理 同时拿加沙地带自治全座筹码 顺势启动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 小概率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长期驻军 扶持一个温和的 不接受约旦和西岸领导的 另一个巴勒斯坦人 自治政府 未来最乐观的情况下 巴以就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 达成妥协 巴勒斯坦现在并没有成为 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也因此并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最悲观的情况下 可以让加沙地带 维持像约旦和西岸目前这样的 巴勒斯坦人 高度自治几十年 并随着巴以人员自由往来 外交和军事由以色列控制的 两大块巴勒斯坦自治区 实际上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人的未来 实际上取决于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 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妥协选择 没有了哈马斯这样的极端组织 巴勒斯坦人的温和派 可以做出更现实的妥协 区分巴勒斯坦极端组织 和温和派的唯一标准 就是看他们是否承认 以色列的国家地位 主张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的 为极端组织 承认联合国通过的两国方案的 为温和派 可以肯定的是 哈马斯10月7日的恐袭事件 为以色列武力消灭巴勒斯坦内部的 极端组织提供了契机 极大的削弱了巴勒斯坦人 与以色列的谈判地位 从而也有利于未来温和派 与以色列达成更现实的妥协 因此 哈马斯10月7日偷袭以色列的事件 对打破巴以和谈僵局而言 可谓脾及泰来 类似于日本二战时 偷袭美国的又一个偷袭珍珠港 综合各方面最新信息 哈马斯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以方1300多人死亡 其中军警162人 至少150人 被绑架到哈马斯控制的袈裟地带 从10月12日开始 以方伤亡 失踪人数并没有明显增加 据八方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消息 自新一轮以巴冲突以来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1时 以军反击行动 造成巴控制区 至少2300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亡 加上在以色列境内 被以色列军警击毙的 1500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哈马斯武装和八平民死亡总人数 超过3500人 哈马斯10月14日晚宣布 又有9名人质死于乙军轰炸 其中包括4名外国人 加上10月13日 哈马斯曾宣布 共有13名人质死于 以色列轰炸之下 即共有22名人质 已遭乙军误炸死亡 不过以军斥责哈马斯的说法 为宣传战 称以军精确掌握了人质相关信息 没有人质被误炸 根据各国政府发布的死亡人数进行统计 截至10月14日最新统计 发现共有26国总计133位公民 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中死亡 其中美国最多有27人 其次是泰国和法国 分别有24人和15人 其他尼泊尔诗人 中国四人 加拿大 菲律宾 奥地利 白俄罗斯 巴西个三人等